好 我們段考後一直到期末 大概進路上就是要把線門門上完 最近大家要努力的事情就是校慶相關活動 要耗熱 先離開課業一段時間 好 第八章標題 戰爭期的台灣 戰爭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日誌的第三個階段 這個時間我們已經看過好幾次了 所以日誌的初期 日誌的中期 日誌的末期 這個階段就時間上來講 它只有短短大概十年左右 那你要算十年不到也可以 這段期間確實整個台灣人不管是他的生活上 他的心靈上都有巨大的改造 那意思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時期其實對台灣來講是一個這樣極端的時期 各方面來講都是好 因此你要先從這個角度切入 那我們看到的是課本在144頁的地方 144頁談一個比較大的背景 就是日本在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情 以至於影響它的主義對台灣 我覺得144頁對各位來講相對比較難一點 因為它提到幾個名詞都是各位比較不熟悉的 我今天幫各位調列這一頁講的幾件的事情 好 我們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講起 一次大戰主要的戰場在哪裡 在歐洲 在歐洲 所以有一種講法就是一次大戰是叫歐戰 其實一次大戰在開打的時候應該不會有叫一次大戰 不會同意嗎 除非是衛武先知 所以當時都會稱呼叫歐戰 那就是因為歐洲在打仗 原本作為經濟附屬附庸地位的亞洲 這時候它的工業獲得了某種解放或者能量被釋放出來 各位知道像中國的工業在清末民主不是被打趴嗎 一戰的時候突然有很多的民主工業 這個時候就是歐洲人不把呼吸引消的時候 亞洲自己的工業比較發展 跟日本也一樣 所以你刻我前兩堂次就看懂了 他講日本是不是一次大戰有非常多工業發展的機會 一樣同一個脈絡 可是一次大戰之後 在戰爭時期過度擴張的產能 這時候消化不掉 你工廠本來五家變十家 你現在一次大戰打完 歐洲後再度傾銷到亞洲來的時候 那你這多出來的民間工廠怎麼辦 那其他有幾個解決的方法 譬如說後來就想辦法東南亞 這個經濟難進來 等一下下課請會提到 但另外一個其實就是其實不太能解決這個問題 過剩的產能 因此戰後又做了一個泡沫化 泡沫化其實就是那個榮景是涵花一線 其實並沒有真正經濟那麼久 那日本這段時間運氣很多 其實我們會發現這些都是他經濟上的動盪 或者從下坡 你們先回答我 同一個時間日本的政治 是比較自由民族還是不自由民族 比較自由民族 剛剛看到有人要通了 比較自由民族 這一段不就是大政民族的時期嗎 191919 1919這時候還是大政天皇 然後台灣在1919年1920年 不就是那一些留學生開始要組織團體嗎 就是我們會很喜歡看歷史這些分開看 因為他們在不同當地 但他們是發生在同一個時間點 有時候彼此是有關聯的 那所以政治上還是有開放的 可是經濟上卻經歷了幾波的震盪 所以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 首都受到重創 很多的房子都倒塌了 那你們很熟悉的一位人物 在關東大地震之後 負責重新規劃東京 那一個比較厚的紀念 他還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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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大概這段時間的人嗎 對啊 所以厚城西平 跟台灣史跟日本史都沒有關係 關東大地震 他必須要花很多的錢去重建 所以當時對日本的財政來講是一個負擔 那過了幾年 遇到所謂的昭和金融恐慌 那大政是哪一年 然後過渡到昭和呢 1926年是昭和元年 因為這牽制到日本的紀元 所以你還是把它稍微注意一下好 所以在昭和等於是二年的時候 發生的金融恐慌 其實左邊的知識家是不是有提到 他跟整個關東大地震之後 日本的景氣並沒有完全複屬是有關係的 那他也跟當時投資人的信心不正也是有關的 各位知道資本主義市場其實跟有沒有信心 有很大的關鍵性 你如果預期未來兩年 經濟會中下或不景氣 你是不是會減少消費 永遠減下來 不然到時候洗漆白白都要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因為景氣的不正 然後因為政府這個時候財政的負擔 加上信心的不足 所以有昭和金融恐慌 日本運氣更不好的是他自己的經濟恐慌 再過兩年變成是世界整個金融恐慌再加持著上去 這個是日本自己的網路 那這個我們知道是從美國花街不是暴跌 是到全世界的經濟都一絕不正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客本幹嘛突成這些呢 最後一行 整個1930年代 入魂軍國主義勢力高漲 所以在我們講的這幾件事情的開頭還是大正明明 可是民主不會一天消失 他其實就是逐漸在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之下 那個民主不堪作繼續 各位知道 經濟其實不景氣的時候 通常老百姓都會希望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出來 帶老百姓度過經濟危機 我舉同一個時期的例子 美國在1933年 經濟大恐慌過經濟之後 羅斯福就上台了 小羅斯福 就是那個羅斯福路的那個羅斯福 因為不是老羅斯福 這還是要分 那所以在小羅斯福上台之後 他其實就是美國總統當中很強勢的一位 但現在這一位好像很強勢 就是比較嘴炮那種強勢 但小羅斯福是那種政策的那種強勢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東西其實經濟上的發展 經濟的動盪 跟整個政治上走向軍國主義 是有觀念性的 所以客人在右邊的這一頁 左邊是講經濟嘛 右邊就講相對應的政治發展 來也幫各位做了一個表格 其實這個表格上面的年代跟事情 你都滿熟悉的 因為國中都提到 他並不是特別在講新的事情來困擾你 可是我要請你特別注意到這個表格 分成三個區塊 它是三個不同的節奏 你知道在這個時期 日本人對外侵略 他的戰場是不是在中國的東北 這對日本來講是hold的住 因為戰場範圍沒有很大 然後到了這個階段 日本的戰場是在整個中國 或者技術上來講 是在中國的西部的區域 這個戰場比這個戰場大很多 然後再來1941年 珍珠港事變之後 日本人的戰場已經在整個 包談中國 包談東南亞 包談西太洋洋 它的範圍非常非常大 你從這個地方算到這個地方 日本因為捲戶戰爭越來越深 戰場的範圍越來越大 所以簡單講 我這邊用三個不同的顏色 看得出三個不同的顏色嗎 這是從淺到深 因此第一個階段跟台灣沒什麼關係 我剛剛已經有講 日本hold著住 第二個階段 殖民母國就開始用殖民地的毛巾 我要怎麼讓殖民地承擔起戰爭的一些責任 然後怎麼樣去運用殖民地的這些資源 到了這個階段 你怎麼戰場已經大到不行的時候 台灣人不管你願不願意 這時候你都要把你的各項的資源 全部投入在戰爭當中 好 那我覺得歷史掌握那個節奏感是很重要 這裡講的就是某種的節奏感 台灣人參與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那個節奏感 那我們如果以台灣人的主觀的意願 跟後來就是被動的去因應 當然越往前面 其實一定會有一些台灣人參與 越往早就是主觀主動的比較多 越往後面就是比較被動的因應的角度 好 那這一張要跳過了 那再我們看一個 我們剛剛在左邊這頁最具材一行講說 日本走向軍國主義 這個講法是一般教科書都會這樣講 它其實有點籠統 細節我們是不能談 但我現在要談一個日本民治憲法的缺陷 日本在1868年開啟民治維新 過了20年之後它有一部憲法 那個是伊藤博文代表日本 到了全世界去考察之後 以德國的憲法作為藍本吧 因為德國當時也有一個德皇 我也也是吧 所以以德國為藍本 訂立了民治憲法 那民治憲法是一個現代西方三權分立的 所以其實就是有內閣首相 那內閣其實它的成員都是國會的 簡單講就是一個內閣制的體系 然後再加上現代的司法對不對 可是這套民治憲法 它有一個跟一般憲法不太一樣的地方 它把軍隊從三權分立的體制獨立出來 那今天日本其實還是內閣制嘛 可是今天的軍隊 日本的軍隊叫做那個什麼海上 還是陸上自衛隊的嘛 它其實還是歸內閣來投降 就是安倍晉三 可是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到的是 戰前二治大戰前日本的這套民治憲法 軍隊是由天皇所支下的 那內閣管不到軍隊的 天皇會不會管軍隊呢 白天皇又不是軍事專家 而且天皇跟現在天皇的概念不一樣 現在日本天皇是真的 二次大戰前的日本天皇是神 所以一般人不會看到或者聽到天皇 其實日本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包含當時也自認為是日本人的台灣人 在1945年的8月 二次大戰結束的 二次大戰結束是不是就是因為 日本天皇宣布五條件投降 他是透過御印放送就是廣播 所以當那個聲音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的複雜情緒 第一個是戰敗了嘛 那是一件大事 第二個是那是他有生以來 弟子裡他天皇的聲音 我在講的是那個天皇是具有神格的 我們等一下再講那個神社的時候 還會再特別強調這一點嘛 那神會很頻繁地去介入人間的事物 所以天皇雖然擁有軍隊的指揮權 可是大多數的事情他會保持堅默 他還是會做決定啦 可是往往就是很少數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一頁在講的 軍隊成為一個三不管的地帶 內閣也不管他 天皇也不太管他 所以整個在日本經濟不振 1920年代的動盪乃至於經濟大滿康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軍隊都採取行動 先是發動一些 其實自己發動一些軍事行動 像918事件就是 然後在日本的國內 就有一些安殺跟政變 所以日本其實就從一個民主國家 大成民主過渡到1930年代的中國主義 當然還很多可以談的啦 只是我再頭一遍這邊描述的是 他整個制度上的缺陷 希望這樣可以幫你理解課本 那再來在145頁的最底下 要提到大東亞共同權 那我都知道這是侵略者的藉口 那這是一個日本的視角 可是我這邊要談的是 日本是怎麼思考這個所謂的 大東亞共同權的 來 這些地方 後來的大東亞共同權的範圍 本來是這些歐美國家的殖民地 所以大概中法戰爭之後 這是法國的 大概在同一時間 英國也取得了明天 但這邊你再往這裡看 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 是印度 然後往南邊看 有英國人的 然後有荷蘭人的 然後這邊是本來西班牙人 在美西戰爭1898年之後 變成美國人的 所以我剛才有剛才講 白種人在總是黃種人 所以後來日本人提出的口號就是 黃種人應該是西種並進 然後亞洲人治亞洲 那我剛剛已經有講好 這個口號背後的那個是謹略 就是說它的文字是謹略 可是這個口號它的合理性 以當時的殖民地來講 是不是聽到還覺得有業道理 我現在區隔兩個 所以其實後來所謂的大東亞共農圈 是基於這樣的潛體而產生的 那這是所謂的大東亞共農圈 但看這一張有另外一種的意義 台灣變成是原型 本來它是日本帝國的邊塞 可是在大東亞共農圈 當整個重心轉移之後 台灣會變重要了 那台灣當中更重要的地方是高雄 所以我等一下在南京的時候也會提到 那這一張是課本提到的大東亞共農圈 各位看一下課本圖八至二的說明 好 日本是核心 這是母國 跟滿中國跟中國成為協同體制 這邊有個問題喔 來 請先問好 中國人正在跟日本打仗嗎 你怎麼能夠跟一個你的敵人 正在打仗地成為協同體制呢 寫先 其實同體制就是大家合作 你怎麼跟一個你正在打仗的對象合作 比如說我的問題 好 寫先 十九號 這邊的中國值得是什麼 來 蔣元 中國的東北喔 那是滿中國喔 所以當時以日本的觀點 他不會叫哪裡叫中國 好 提示大家好了嗎 那個中國不是講中正的那個中國 我幫你講出來了喔 共產的喔 也不是 因為那時候的共產黨是聽 名義上是聽國民黨的 所以不是 共產黨的 共產黨的 共產黨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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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的 好 來 這邊講對了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 你知道抗戰剛開始打不久了 是不是 蔣中正的那個國民政府 就一直往後方撤退了 最後是到重慶 那日本人為了 因為後來就是沒有辦法 在短時間把中國消滅掉 後來他就在中國扶植親日的政權 不是在南京又成立了一個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 汪精衛是跟日本合作的 所以這裡的中國指的是汪精衛的那個中國 那個國民政府 就是你要知道 這些我們今天看跟他當時看 有點不太一樣 再來經濟體 再以南太平常作為國防圈 所以範圍非常大 後來戰事也的確延長得非常長 這張概念章已經講完了 再來我們看到所謂的戰時體制 戰爭如果他一旦發動 他整個就是一個戰爭的機器 台灣在這個機器底下 一定干負起某些角色 必須要有一定的運作 他不是自己能夠主導的 那我們看到因此小林基造 又開啟了五官總督在台灣的橫置 因此後面的幾任總督都是五任 那小林基造提出了三個相關的口號 黃銘化、南京基地化、狗野化 在課本有寫到這三個詞嗎 有 有 因此這三個是相關但不一樣的概念 我現在要來講這三個小林基造所提出來的 黃銘化 前面這三點就是小林基造的幾個 後面括號是 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他 第一個 什麼叫黃銘化呢 改造台灣人的心靈 你看特別是1937年中日大戰開打之後 假設有朝一日 你要把台灣人掉上前線、掉上戰場的時候 台灣人會不會有精神錯亂的感覺 因為我先前是被清朝、被中國統治 我現在是代表日本來打中國 那在打仗的那一刻 會不會突然發生 我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的那樣認同危機 都一直到其實在物色事件 是不是原住民也有這樣很多問題 花崗一郎跟花崗二郎 記得啦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徹頭徹尾 把你變成一個日本人 讓你甘心為天皇效應 這個當然是概念上實際上其實很難 不知道心靈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嗎 再來第二個 工業化 改造台灣的產業結構 它跟小林基造來台前兩年的 哪一個台灣的基礎建設是很有關係的 那個日月潭水立發電廠 1934年的 所以台灣這個時候利用大量充沛的電力 所以可以從一些國防軍區工業 然後提供戰場的需要 這個是對台灣的經濟比較大的改變 所以就從農業台灣變成中業台灣 第三個南京基地化 那南京基地化其實就是把台灣做為日本南京的重要的基地 字面上是這樣解釋 那所以台灣的定位跟前兩個時期不一樣 它本來是邊邊 現在變成中間 這個是它的差異 那我們在這一節要特別放在皇民化運動 那課本其實在第八章的第一節跟第二節都提到皇民化運動 那你現在可以把第一章第一節跟第二節稍微翻一下 那你看有人很認真在炒 我先回到前面第一節 課本第一節跟第二節都有提到皇民化 那我們的課本怎麼分第八章呢 第八章的第一節比較強調的是一半人的生活 第八章的第二節我們下一次上課講 比較強調的是戰場上 或者跟戰爭、軍事直接相關 所以第二節其實講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我們在這一節課會比較棒 它的概念先講清楚 來皇民化運動分成這四個部分 翻到一百四十六頁 那這個分類其實跟課本不太相同 那我採用的這個分類是我們那個課外讀的 或者周外教授他的分類 他的模式如果剛好是寫這個主題的話 來第一個宗教跟社會風俗的改革 日本人的宗教、日本人的成果方式 我們今天是基於某種觀光客的那一種熱情 所以會去做這些事情 可是當時是要改造台灣人的 第二個國語就是日語 推動日語言動 第三個改信用日本人的信使 第四個志願定制度 叫台灣以上戰場 那這四個這樣列出來 其實你大概都知道是這些內容 可是我們現在要把這四個項目 分成兩個不同的時間點 來前兩項是1937年就在 各位同意這個時期 就是1937年之前就已經有神社了 然後就已經有一些社會風俗 他要把台灣人的風俗改掉 然後把日本人的風俗改掉 那國語運動至少在公學校天天在學國語吧 這也當然可以算作國語運動 所以1937年之前 在過著小年七早之前這個都有了 可是這兩個是新的 改信品跟志願品是新的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把這個運動先把它切割 它的時間的不同 再來 我們現在要理解兩個詞的話 黃明化跟童話 我先講這頁頭影片就是很多人 到高山還能不清楚的東西 童話跟黃明化 那根據這段文字的講法 其實黃明化也算是某種文化 你們先回答我 童話主義這個詞 在我的個人什麼時候第一次被提出來 我們先前就有提過這個詞 是不是在日誌第二階段 在講內地嚴長主義的時候 也會提到童話主義 童話主義什麼意思 因為台灣是殖民地 它是被歧視的 那你一直歧視其實就是某種不健康的狀態 所以是有日本人以及一些台灣人 其實也是一些日本人 在呼籲就是說應該給予台灣人跟日本人 相對來說比較平衡的地位 所以是不是我們在講內地嚴長主義 是把日本內地的法律制 法律還有制度延伸適用到台灣之領地 所以有人講童話主義 有人講內地嚴長主義 那可是我們這邊講的黃明化運動 其實它的用意不太一樣 好仔細聽 日治中期的童話主義著重在權力的給予 我日本人有什麼權力 台灣人不要插太多 盡量使用 可是黃明化運動是日本人該盡的義務 與台灣人也要盡 第二個時期的童話著重的是權力的給予 第三個時期的黃明化運動 著重的是義務的復甦 這樣聽懂 這個概念很簡單 你不要弄混了 那如果說黃明化運動 有人認為它是童話 其實這樣講也沒錯 但它是一種加速版的童話 它的目的不同 而且它的節奏也不同 徹頭徹不要改造你 是要你上戰場去替日本人死的時候 死得甘願 因為你已經把自己當成日本人 這跟我們在內地的堂主義 事情上不是完全不同的 好 希望你有把這個概念已經體會了 那附帶一提 就是鍾瑪雅教授的這個提問 它最早是它在耶路大學的博士論文 我們都知道歷史這門學文的性質是 它不能做實驗 我們討論是不是都是發生過的事情 不管它的發聲是用一種非常華麗還是很滑稽的 反正最後它發聲然後就被寫進去了 所以我們會問一個問題說 如果當初怎麼樣 後來可能就不會怎麼樣 但你有辦法確定 沒有辦法確定 那就是鍾瑪雅教授就找到一個很有趣的點 它是有點像我們在實驗室當中的實驗組合對照 做實驗不是都有這兩個東西嗎 他說黃明化運動在台灣推行 他也在朝鮮這塊殖民地推行 可是在這兩個地方推行的時候 既然殖民母國都是日本 既然都要推行黃明化運動 理論上是應該是一樣的 可是它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直接講其中的一部分好了嗎 因為朝鮮作為日本的殖民地 時間比較多 它是在1910年才被日本併分 1910年的時候 台灣是不是已經被日本統治了15年了 那日本總共統治台灣50年 統治朝鮮35年 35年 對 那不要小看這個差別 這個差別很大 因為在台灣如果是在戰爭期世代出生的年輕人 已經有不小的部分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日本人 那是因為前面已經很長一段時間累積下來 可是朝鮮它的時間其實滿短的 而且它一被日本統治的時候 剛好就是民主自決在全世界開始盛行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統治的時間短流行的思潮又是殖民地應該要獨立 所以朝鮮人其實那個不服從殖民母國的那個動作就會比較大 反抗就會比較大 那像1945年各位知道八月當日本就是結束統治後來離開之後 是不是一直到今天那一棟都還在 我的教聚一直在哪裡嗎 總督府一直在哪 我的教聚沒錯 那總督府經過了超過70年它都沒有被拆掉 可是在朝鮮的總督府是在日本離開不久就拆掉 那有些人就會在講 因為什麼韓國人什麼個性比較暴烈 就是你用民主性其實是一種解釋 但從我們歷史來看 兩邊其實會有不太一樣的脈絡 因此後來實施荒民化也有一些區隔 譬如說我舉例 剛剛改姓比這一項 在台灣的改姓也是自願 而且他還要國語講得夠好 他才讓你改姓名 意思好像是說這是某種特權 在朝鮮的改姓名是強制的 在某年某月某日強迫所有人都改 那那個會強制就是你的抵抗很強的時候 會用更大的力量去壓制你 所以在朝鮮或者說韓國就有一個很悲傷的畫面 今天學校要放學的時候 同學都抱在一起痛哭 因為隔天來上學大家都是不同性的 其實你就知道 你光聽這個過程一次就覺得很不舒服了 所以我在講是一樣是黃明化運動 你就會發現他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我覺得這個題目就是一個很棒的題目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 第一點神道崇拜的所有宇宙 那你看到右邊這一頁知識家 其實神道教就是日本的道教 因為你知道所謂中國或者台灣系統的道教 是不是多神教然後萬物崇拜 人也可以變成神之類的 那日本神道教類似啦 就是萬物崇拜 自然崇拜 人也可以變成神 那這個神道教等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它就要推廣到台灣來 因此我們現在解釋一個名字叫神功大麻 有沒有看到在第六項地方 這不是讀品 大麻是神詞的意思 反日文的漢字盒跟我們的理解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神功指的是特別的一間 好一點 醫師神功 全日本只有這間神功可以簡稱叫神功 因為我們一定會講神功 你要看是哪一間嗎 像我手筆的那個地方 是不是祭祀北白川宮門舊青王的 他本來叫台灣神社 後來升格叫台灣神功 可是你不能簡稱他就叫神功 因為神功好多做 可是這一座醫師神功 他可以簡稱叫神功的原因是 因為他拜的就是天皇的祖先 我剛剛講天皇具有神性嗎 祖先也是神 所以他因為祭拜是天皇的師祖 他具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位 但從這個神功當中請出來的神父 哇 那個數字很驚人 當時三十幾萬美 因此在台灣這個是普及度最高的大麻 也就是神父 然後就供在家裡 供在客廳這個地方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就是把他神道教普及到台灣 把他全台總部數的六成 所以大家家家戶戶都拜這個東西喔 好 那第二個 這些神社在台灣也大量的興建了 雖然本來就興建了神社 譬如說在我們學校附近的 我後來把照片找出來 這個就是在建中正對面的建工神社 今天其實這個鳥區已經不見了 但你會看到跟這個東西很像的 建築的殘餘還留在這邊 這一棟的主體也還在 只是屋頂換 有空你再過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說當時很多學生可能 就會在老師的帶領之下去做神社參拜 或者像直接在校外教學的時候 就帶去參拜神社 像這些照片在當時非常非常的多 那神社也會怕 我剛剛這個是神府沒有看 這個就要大口 是今天去日本館 對這個東西就相對熟悉了 就每一間神社都有啦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些神社也積極的在 我們現在講的這段時間蓋型的 所以在台灣一共將近70座的神社 有將近40座是在這個時期所興建起來 可見他有補給他的宗教 那問題來了 台灣人的宗教信仰 是不是神秘跟祖先一起拜 那你現在把日本人的信仰拜了之後 台灣人的祖先怎麼辦 祖先是有牌位的 Total拜 Total拜是有一些風險 我猜是有人Total拜 剛剛還有一個班回答說忘了他 好驚人的答案 好驚人的答案 藏起來 對 藏起來 來 這個是日本的辦公所謂政庭配置 政庭改善 簡單講就是一個日本神道教的故事 那你都可以看到什麼神功大馬 大概就在放在某個位置 那台灣人這個時候 祖先牌位就變成是一個問題啦 說是說要就是把它處理掉了 但很多人就是跟祖先報告完之後 就說現在就是時局很差了 就請祖先多擔待一下 把祖先的牌位報就埋在圖裡面 好可愛 我講這也不是可愛 好像也很無奈吧 那我在講這件事情的意義是 其實宗教信仰也很難 一段時間改變各位同意吧 宗教信仰通常是在一個人年紀滿小的時候 就已經成績 然後會跟著他一輩子 那所以這種所謂的神道教信仰神社的故事 就是沒辦法你就跟著拜 但也只是跟著拜而已 現在去日本也會跟著拜啊 那跟信仰前程應該是兩回事吧 有時候只是為了敲那個鐘 然後頭有硬幣的之類的 我講的就是那個東西 好 再來 他很故意敲得很大聲的 好 那還有所謂的神前結婚 這些都是課本有提到的 那當然現在日本 還是滿多會在神社舉行婚禮 不過這一張我自己比較感興趣的是 新郎跟新娘的穿著 還滿西式的現代 各位同意嗎 現在只是婚紗做得越來越誇張 那個後面那個拉得越來越長 要不然其實就他的Style 應該是還滿像的吧 我在講的是那個時代的人 其實滿摩登的 根本現在沒有太大的差別 各位覺得呢 他的臉怎麼樣 他的臉怎麼樣 可能跟照片的飯拍有關係吧 這個我就不是很確定 中間的那個就是神社的人員 他不是他們 那就是他們的那個 對 他大概幫我才會很像 那樣子嗎 哈哈哈哈哈哈 看他們就是誰 好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 以原風俗習慣的改變 來 這邊是課本146頁的底下 分147頁 那因為這些東西寫得很雜 我就幫各位整理一下 我們就很快帶過去了 來 第一個 廢止報紙的漢文欄 請把課文最後一段畫下來 1937年 好 推行魔衛運送 那所謂的廢止就是有強制性的 請問你 在這一年 日本已經統治台灣多少年了 所以已經經過了不只一代的時間嗎 那我們知道 你強制去把別人的文化的根畫起來 就是不讓你使用你自己的文字 這件事絕對是不好的 可是他至少經過了40年 因為比較年輕的一輩 我剛剛已經有講 是不是已經受日式教育 並認為自己是日本人 所以他的衝擊就是相對來講 沒有大到說好像是 就是所有人就陷入失語狀態之類的 就是我要強調的 好 推行國語運動 那這些當然既在學校 也在生活當中推行 所以有所謂的國語常用家庭 怎麼認真不太清楚 但大概就是你在生活上 使用日語要到一個程度 解看左下角的日語普及率 有沒有發現 在黃泥化運動時期 台灣人的日語普及率 普及率 有明顯的提升 換你們唸 不及率 好 我們接著往下看 但如果說你被認證 這個是貼在你家人口的 國語常用家庭 第一次被打臉怎麼撤平 國語常用家庭 不過國語本來就不太好 好 享有教家的受教育的機會 然後因為戰爭很多的物資的配集 數量都很少 因此簡單講就是有一些特權 那這個東西就是鼓勵你 不過我是蠻懷疑 就是國語常用家庭 到底他們的常用是到什麼程度 那會不會有那種日本的官員 或者做業績 就Konichiwa 也算是日常用家庭之外 就不太清楚 再來公俗改良這些都看過去了 日式的生活 今天觀光客做的 當時就是盡量希望你做 然後文化的創作文學啊 戲劇啊等等 都會看到右邊這一頁的 那個土八之七 欸 布袋戲喔 要穿和服欸 然後要講日語來演啊 我是覺得今天如果真的 布袋戲這樣演 我們應該是覺得 是網路瘋傳影片什麼 然後讓笑話來看之類的 就是布袋戲的那個味道整個炒掉 可是你就知道 其實網民化運動是滿徹底的 徹底到你原來的一些庶民的娛樂 都受到了影響 再來一個改姓制 那改姓制我剛剛已經有講過 在台灣是自願的 甚至是某些 應該是說 會去改姓你都是自願 因此人數也不會太多 因為它牽涉到是一個家族的人 所以只限少數可能跟日本 比較有好的家庭 但的確在台灣有一些人是感性的 再來國防色請看到最底下一段的地方 好像這些比較深的顏色 叫國防色 其實什麼叫國防色喔 就你們制服叫國防色 那你們都知道這套制服是怎麼來的啊 當初為了反空起來不就是國防色嗎 像樹對啊 我知道在空中看是怎麼樣 不過暗色的確是比較不容易發現 老實講啊 在空中好像也不太會去炸單衣的人吧 這難過一包吧 穿是很重要的 對啦 但是應該不是北宜的學生吧 你講不通嗎 來國防色 如果是重要的應該是江學珠穿綠色才對啦 你穿綠色幹嘛 好啦 就亂聊一通啦 來這個叫國防色 中山堂就是國防色 它不只是顏色喔 因為你知道一般的磁磚是不是會反光 對 所以它會在上面去特意有凹槽 讓它磁磚不反光 以至於在空中要轟炸的時候 可能就略過了這個建築物 你知道空中的飛機是不是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它不會在一個定點太久 所以這些衛裝有時候就是用顏色 然後這些特別讓它不會反光的磁磚 或者當時在總督府 直接掛了很多的那個大的布條 往外衍生 就是讓它在空中看起來是不太一樣 那你像是把總督府包起來 像是一個禮物的樣子 對 就是有很多大的布條往外衍生 好 這些都是當時為了防空隙 各位可以理解吧 好 還有在建築旁邊的這一棟就是國防色 所以這些顏色在我們今天看 就是屬於不太有光彩 那當時未了要不太有光彩 是有特定的能力 那我知道我們的那個光復樓蓋好 是在1933年頂 1934年開始用 理論上它其實也會用國防色 但我看到當時的黑白照片 好像比較多是淺色 不是深色 因為後來磁磚換過了 所以看不出來到底 原來就是變色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課本148頁 甚至十分鐘下課我們會講到149頁 來 國防色的服裝 再講你們好第二頁 然後 新開頭第二段地方 我們來幫碧麻栽培 來這件事情要解釋一下 碧麻是熱帶栽培業 碧麻其實你還要到處都長東西 那大概是長這樣 所以種起來是有一定的高度 那種這個東西要幹嘛呢 像甘蔗這種熱帶栽培業 你都知道因為糖本身是一個重要的物資 碧麻它的那個碧麻子 然後你去研磨 你對裡面是油 非常油的油 那我們都知道很多東西 研磨的時候是油 像芝麻是不是也是油 橄欖也是油 那碧麻的那個油 跟我們一般的油是不一樣 它是非常黏醜的那種油 所以可以當機械的潤滑劑 那我們知道戰爭的時候 當然燃料是石油 汽油啦 那可是機械的潤滑 這也是一個必要的東西嘛 所以就在台灣大量的去栽種 那因此就可以提供大量的潤滑油的來源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要一體會 當時的動員是非常的徹底 而且非常的多面向的 這邊就是一個學者的描述 那再講的就是閉麻的黏性 這個看過去就好了 那在我們看到的是鳳鴻會 來第四點 這邊又有一個各位容易誤解的詞彙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一個運動叫黃明化運動 我們現在提到一個組織叫黃明鳳工會 它都叫黃明 所以你們的經典問題就是 老師請問黃明化運動 跟黃明鳳工會的差別在哪裡 我現在舉個例子 他們也有人揍出神秘的 我也知道不知道 很想知道這個答案是什麼 來黃明化運動是一個運動 是不是廢話嗎 帶動唱也是一個運動 同意吧 我現在頭起初號了 舉你們可以理解的例子 那為了要推動帶動唱的這個運動 是不是要有人到前面來帶頭指揮 那你們有沒有適度的把全班 分成幾組來分頭練習 然後一小組是不是有一個人帶頭 比較會的人帶頭練習 來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 推動帶動唱的組織 推動黃明化運動的組織 叫黃明鳳工會 聽懂了吧 你叫帶動鳳工會 你就會被批評是黃明了 只要是有政治敏感應 這樣有聽懂意思 推動黃明化運動的組織 叫黃明鳳工會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黃明化運動的幾個面向 改姓名怎麼樣 這些你都知道是他有做的 可是透過什麼樣的組織來做 因此我看到後一遍 其實你不用加入黃明鳳工會 你會自動的變成黃明鳳工會的成員 因為他其實是把原來地方的成績 我是不是講過這些成績 反正各級的行政的單位 就直接變成黃明鳳工會的各級的組織 所以這是一個自動加入會員的概念 所以全台灣的人民都被編租進去 有地方官知道 你知道地方官的底下是他要警察跟包假 所以無所頓逃 所有人都是黃明鳳工會 黃明鳳工班的成員 那假設有一些漏網之魚或必有未待的 就是好像這個地方不太能加強 你知道地方行政組織也不是涵蓋所有的事情嗎 好 這時候再有一些外圍組織來推動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地方稍微講一下 好 所以像這些事情 這是課本的文字 我帶各位看幾個名詞 第二行的身體異形 第二行最後面的犧牲奉獻 再來實踐 再來推動 再來第四行的貫徹 是不是都是動詞 就是要你動起來 因為很有可能黃明化運動這是口號 我透過組織才真的讓每個人都動起來 你夠把這個要點掌握住就好 那我剛才已經有講了 就是因為怕有一些漏網之魚 涵蓋面不夠廣的 所以黃明鳳工會的外圍 還有像這個叫愛國婦人會 那當時因為男性很多上戰場到前線去 所以台灣的女性到了1930年代的後期 到1940年代 有更大量的頻繁的機會拋頭露面 我想是離開她的家庭 所以台灣的女性在特別是1940年代 可能經歷了一個一次大戰的歐洲女性 類似的經驗 我們都知道一次大戰是不是因為歐洲男性 大量的在戰場的死傷 所以女性是不是承擔起一些生產的工作 工業這些都是女性在工作的 那台灣的女性大概是在二戰 特別是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時候 大量的投影 我想這些東西可能你具體去談的時候 她都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經驗 因為出去工作本身就代表一場革命 就是對她自己生命的一場革命 她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體驗到不同的事情 以至於人生觀有可能會改變 來愛國婦人會 今天去台南玩 還會有一個叫愛國婦人會的地方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印象 就有一個建築物她上面就寫愛國婦人會 就這個愛國婦人會 另外還有一個名稱很有詞的 叫杰梗居爾夫 她也是從事勞工生產 那你如果有興趣的話查一下 大概都知道 最後我們看到這些就是我剛剛講的 女性很大程度取代了男性同事生產 好 在我看到148頁最底下 那既然黃麗化運動是要改造你的心靈 所以底下提到的兩個樣板 就是洗毛的例子 第一個是國歌少年 第二個是沙漾之中 那我們先來看國歌少年詹德坤 那詹德坤其實是一個經歷了1935年 中部大地震的年輕人 應該說青少年 1935年這樣地震規模是很大 像我是中部出生 我出生的那個地方 其實街道會那麼樣整齊 就是因為大地震把房子都震垮之後 後來重新規劃的街道就很大很寬敞 跟這樣地震是有關係 好 那這個詹德坤因為當時的地震受了重傷 結果送到醫院的時候 已經奄奄一息了齁 可是他在臨死前還堅持要把日本國歌唱回一句 那各位看一下 這是當時把他的事情編進教科書的內容 還好日本國歌是全世界最短的國歌 因為再長一點有可能就長要斷起來 這讓你去開玩笑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對啊 對啊 就沒了 現在還是吧 我不知道 我對人家國歌都沒有研究 好來 這個教科書內容還沒有 看完不是就應該好好地愛國了吧 人家這樣死都還這麼愛國 好啦 這個就是洗腦的客戶 不過是覺得這個境界還是比那個什麼 看到魚的往上游 就什麼勵志要向上來好一點 因為正常人看到魚的往上游 應該是會研究那個 研究魚的生態 抓魚也是比較正常一點 你不會在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突然去研究什麼 珍珠的奇蹟什麼之類的吧 珍珠的重量 就把他喝掉了 喝到人生的奇蹟 之類的 來 沙漾之重 那剛剛的詹珍珍是 漢人為國犧牲的樣板 那沙漾就是原住民為國犧牲 這裡有國單是日本的樣板 那簡單講那個學校的老師 因為也是要被派去打仗 那原住民的這個女生 就幫他的老師頒行李 那後來不幸言辭 那這個事情也是被當成是愛國的樣板 各位看還拍成電影唄 沙漾之重 這其實都是日本想像的一種畫面 那這個來不及提了 跳過去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149頁 當那人曾經是一個金控的總經理 然後很喜歡登上 後來就死在山區 這當年是台灣很大的事情 我來不及這樣 再來149頁 來南京 後一天 他是一步一步往南前進 我覺得課本寫得不太好 所以我把課本前面曾經講過的東西 我幫他一看 這裡可以拍下來 來南京其實有一個很長的準備階段 一次大戰之後就在南京 還記得我剛剛一開始上課的時候就講 一次大戰 日本是不是擴通太多產的 導致一戰後產能過剩 那所以南京就變成是他的經濟尋求出入的一個方式 那你要南京大這些資本家要過去 是不是你要提供一些資金的龍頭 所以除了原來的台灣銀行之外 又再成立了一家叫華南銀行 華南銀行是為南京而成立的 經濟南京 那1928年的泰瑞帝國大學 他專門研究 應該說他的強項是熱帶醫學跟南洋實力 這當然跟他為南京做準備是有關係的 好 這是越南水瓶發現場 再來課本有提到1935年的熱帶產業調查會 所以我剛剛是提到一個熱帶在培業叫閉麻 這些東西調查清楚 我哪些資源可以用 那我政策性的要鼓勵哪一些的產業 促使它的發達 支應戰場的需要 好 再來下一頁囉 下一頁就是實踐的階段 好 小林基道正式提出南京集體化 工業化跟荒運化 那因此在同一年成立了一個組織 就是課文 課文你給花下來 台灣拓殖主持會社 這個其實就是南京具體在推動的組織 整頁的倒數第三項 負責南方拓殖產業的資金跟開發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像那些銀行啊幹 都會被納入到這個拓殖主持會社 再來一個是有一個港口變重要的高雄港 那高雄港變重要嘛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來 這樣不是當時的書籍齁 我把其中的一頁都放上來了 那所以這邊是算從日本人私神戶 就是日本到台灣 他是以高雄為主 再從高雄到東南亞哪一個地方 他是幾孩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高雄在黃年化運動 高雄在整個工業化的時期 他被賦予一個很不同於以往的角色 今天高雄的世界 是不是高雄的路都很大條 只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然後高雄有非常多的重工業 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因為高雄被重新定位在大東亞共同圈 或者日本南京政策當中 一個很顯著的位置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140頁業 下一次再從150頁業講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